那特别感谢各位老师今天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的分享活动 就像钟老师前面提到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会基于Web Science平台以及JCR期刊引证报告 这样两个平时可能在科研活动中用到的工具来给大家做一些基础的介绍 那么如果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在聊天窗口留言 那么在结束之后我会统一和大家再有进一步的沟通 那预计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可能会持续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应该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那也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科里维安学术研究事业部的王振 那我平时主要工作其实就针对Web Science 包括旗下的这个系列的产品 和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同学做一些交流和分享 同时也是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听到更多的老师和同学针对这样的一些工具的反馈的意见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得更好 那基于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首先呢我想和大家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我们的文献调研来讲 那么什么样的文献的调研才是比较理想的 那其实应该说在任何一个我们正在关注的领域 那么国内外应该说有非常多的文献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文献不够多 而是现在的文献太多 我们需要去有一定的选择 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找到那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文献 那么Web Science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期刊临选的团队 在全球范围内去找到这些影响力相对比较高的期刊 那么同时把它们去放到Web Science这个平台上 所以说给大家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文献检索的平台 应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覆盖多个学科的 这样的一个文献检索的平台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不管是我们的各位老师的一些学术成果 或者说我们很多同学们的这个毕业的设计毕业的论文 那么这些其实我们在提交给自己的导师 或者说提交给相关的审稿的专家以后呢 那么对于这些审稿专家来讲 他一定特别的希望去了解我们的成果 到底这个创新性在哪里 我们的这个成果的价值点在哪里 但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并不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的 那么很多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学术成果 或者说我们的论文当中有很多方面 或者说有很多角度 是可以传递出这样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的论文的标题 你的标题一定不能太过于宏观 也不能太过于微观 那标题应该是适当的恰当的合适的 它聚焦在某一个领域当中的 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 那么再有一个角度呢 比如说我们的参考文献 可能每一篇论文都有的 都有我们不同的参考文献 那么你的参考文献的来源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其实我们 我想大家可能平时会了解 或者说阅读了很多的学术论文 那么这些论文的参考文献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应该说 但凡是在领域当中 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 发表的论文 那么它的参考文献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考究的 都是精心的去领选的 它的这个参考的来源 是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 应该说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参考文献当中 比如说你大量出现了很多的 比如说本科或者硕士的毕业论文 或者说有一些 并不太具有影响力的期刊的论文 作为你的参考文献 那么其实我们可能要对你的 这个成果的影响力 画一个问号 所以WebScience也是希望 基于我们对于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系列期刊的临选 帮助大家在这里 可以找到那些 比较值得大家去参考 去关注的一些文献 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 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 面对海量的文献 我们如何去充分的挖掘 这样的一些文献 这样一些论文的价值 更好的去服务于 我们的科学研究 那么这里也给大家看 一个简单的模型 左侧的这位老先生 罗索埃格夫 那么他是一位管理思想家 他提到了一个 从数据到智慧 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应该说 比如我们以一组文献为例 以一组论文为例 可能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 和方法 检索到了一组论文 那么这组论文 其实在我们没有充分的研读之前 那么对我们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 是比较有限的 或者说它是无序的 它是杂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可以多一步的探索 可以去了解 这组论文 它是由谁去发表的 他关注的是什么具体问题 他关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问题 以及他关注的是哪一个特定区域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清楚这些问题 那我想这些原始的无序的数据 开始传递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但这可能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思考 比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组论文 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必然的关联 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那么假设这些问题我考虑清楚 那可能这些原始的数据 又慢慢的传递出了更多有价值的真实点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做更多的探索 还可以去考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组论文的发表 这组论文它原始发表的动力 或者它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那么如果这些问题也能够把握清楚 那我想这些最初的无序的论文 那么应该说对于我们去了解自己的领域 能够去找到非常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向 应该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对于WebSize平台来讲 我们希望去基于平台的一些分析的功能 一些经验的选项 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把握 你看到的一组论文 这些背后的更加具有价值的信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简单去看一看 OpenSize平台的这个覆盖的资源 那么整个OpenSize平台 它的覆盖的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这其中不仅仅有期刊啊 还会有比如一些国际的会议 还会有图书啊 还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专利等等啊 都可以在WebSize平台去访问到 那么当然对于我们更多的老师和同学来讲 可能啊大家对于比如说ICI科学引文索引啊 会关注度更高一些啊 那么ICI呢它是作为WebScience核心核集当中的 一个子数据库啊 一个下属的子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其实它覆盖的就是 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相关的期刊论文啊 那么这里面覆盖的学科 比如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啊 啊医学环境科学心理学能源燃料工程材料啊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学科都可以在SI当中 去比较精确的找到哈 那目前在SI当中覆盖的期刊总数呢 有超过9500种啊 那现在应该是可能是已经超过9600种了哈 那这个数字其实每个月都在更新啊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啊 在做这样的一些期刊的领选啊 可能大家经常也会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比如说某某期刊啊 刚刚被SI收录或者某某刊被SI剔除了啊 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团队始终在做这样的一些质量的监控啊 啊 那么看完了SI我们再来看一看 SSI社会科学引文所以啊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老师和同学可能关注度会更高一些 那SSI覆盖的这个领域啊 比如说经济学商业啊 这个管理学啊 包括像人口统计啊 国际关系啊 还有像如图书馆学啊 等等语言学 法律政治啊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学科在SSI当中可以去找到对应的啊 一些影响力比较高的期刊 那目前在SSI当中的这个期刊的总数呢 是有三千五百多种啊 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字啊 那么看完了SSI我们再来看一看 SSI艺术人文引文所以啊 那这个库其实就像他在标题中体现出来的啊 主要关注艺术人文领域 像如艺术啊 舞蹈啊 文化研究啊 这个包括像如考古啊 哲学 诗歌 宗教啊 等等啊 包括历史 这样的一些相关学科在SSI当中会有所覆盖 那么目前在SSI当中覆盖的这个期刊呢 有一千八百多种 同样的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字啊 好 那简单的去介绍了呃 Ubsize平台核心核极之下的这样几个重要的数据库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Ubsize平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啊 他有比较完善的引文的网络啊 那么这个具体怎么来看呢 啊 给大家简单去介绍啊 左侧的这位老先生 尤金加菲尔德博士 那么他呢也是美国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 那么今天大家所熟知的SIF 或者说我们现在看到的Ubsize这样的一个平台 最早就是由尤金加菲尔德博士 他的一个理念啊 慢慢的发展至今而来的啊 那么他其实在1955年发表在Science这边刊上啊 提到了一个观点 他说我可以把一篇文献来作为一个检索的字段啊 检索的字段去跟踪一个领域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或者说去探索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但是说到这里可能有些老师和同学会感到有一点点的陌生啊 那因为平时其实大家在遇到一些领域的问题 甚至说生活中的问题 想要去做一些检索 那么其实最常用的是关键字的检索 或者关键词的检索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的实用的 也是非常高效的 因为他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你所关注的领域的文献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不可以忽略的啊 因为任何一个领域它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快的 那么伴随着它的发展 那么这个领域的关键字 关键词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单纯凭借个人的力量 很难以去穷尽这个领域所有的关键字的表达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容易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漏简 有些我该看的论文 跟该应该看到的文献 由于我的检索的字段啊 检索字没有这个关键字 没有考虑全面而导致没有办法看到 那我想这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在与此同时 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这个隐文索引的理念 就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补充或者替代的方案啊 比如我们这里有一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 那这篇文章可能我们觉得它特别的重要 非常有价值 那对于这样的一篇文献啊 首先我们要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去充分的研读 但这可能还不足够啊 可能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看一看 比如现在圈中的这篇文章 诗影文献 那所谓诗影文献指的是这一组文献啊 它引用了刚才提到的1979年的这篇论文啊 所以是后续的一些比较新的成果 那么通过诗影文献毫无疑问 我可以找到啊 后续的一些比较新的啊 帮助我去越查越新 那么看完了诗影文献 我还可以去往前看 看一下它的参考文献 那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哈 每篇论文都有自己的参考文献 那么并且呢 呃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哈 如果一篇文章 它本身的影响力 或者说它价值比较大 那么我们往往可以在它的参考文献当中 去找到啊 比较有价值的一些重要的成果 很多领域当中的这种原创性的 或者比较经典的成果 那么往往都是在参考文献当中去发现的啊 那么除了诗影文献参考文献 我还可以去看一看它的相关记录啊 所谓相关记录 这里给大家简单做一个说明 比如上方有两篇论文啊 假和义那每篇论文有自己不同的参考文献 当他们的参考文献出现重合的时候 比如这里的B和D 两篇论文被上述论文假和论文以共同引用 那这时候我就说两篇论文是相关记录啊 这样的一种现象 其实在论文层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存在的啊 那么当然他们共同参考的文献数量越多 也意味着他们的关联性是越强的啊 所以基于前面给大家介绍的引文索引啊 这样的一个网络 我通过一篇文献 或者我从一篇文献出发去看诗影文献 看参考文献 看相关记录 可以进一步的啊 去找到更多的值得我关注的论文啊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结合具体的实例 来给大家看一看Ubscience平台的应用啊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前沿 呃研究前沿报告呢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连续第八年去发布了啊 每年大概在11月12月左右啊 那么这个是目前是中国科学院与科学院联合发布啊 那么这个报告呢 其实它的底层的数据就来自于啊 Ubscience核心核集当中的 SSI和SSI收入的那些影响力相对比较高的论文啊 那么这些论文呢都是高背影的论文啊 引用的次数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基于这些论文的分析呢 形成了11个大的学科领域的热点前沿和信心前沿啊 那并且这个报告同时有中文和英文的呃版本啊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也可以扫描这个评文右侧的二维码来获取最新的这个研究前沿的报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份报告来讲呢 我觉得至少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对我们的老师来讲 可能您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研究方向 但是呢 也不妨打开用前沿报告去看一看您自己所在的领域 到底全球的一些研究的热点在哪里 或者说您的研究有没有去开展进一步的一些交叉的呃 研究可行性啊 因为特别对于交叉研究 可能当前来看也是一个比较呃突出的呃 这样的一个方向哈 那么另外呢 对于我们的更多的同学来讲 那么可能大家正在面临选题 或者说呃 想要做一些研究方向的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看 研究前沿报告啊 因为具体到一些前沿的内容 我们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详细的一些文字的介绍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实例啊 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啊 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可行性啊 呃 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 可能我们来自医学院啊 药学院等等这样相关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会相对熟悉一点 那么其他的学院的老师或者同学可能有一点点陌生啊 但这完全没有关系 大家一定不要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这里我只是作为一个案例的示范啊 大家重点关注 我在介绍当中所提及的方法 思路或者说前后的逻辑关系 就完全可以应用到您自己正在关注的这个领域了啊 那么对于冠状病毒啊 我想也不需要太多的介绍了 因为至今仍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呃 学习和生活啊 呃 那么对于冠状病毒来讲 假设我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对陌生的选题啊 我想要在这个领域做一些探索 那其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或者说浮现在脑海当中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领域的呃 它是否值得我去研究啊 它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去打开UbScience平台啊 呃 那具体UbScience平台访问的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图书馆的官方网站 去找到数据库的这个列表 点击UbScience啊 就可以来到这个页面啊 那在这个页面里面啊 呃 我可以在选择数据库的位置 选择数据库的位置啊 去进行一些选择啊 比如说我这里选的是核心核集啊 UbScience核心核集 那么在核心核集之下 刚才我提到啊 比如说SI 比如SSI 比如HCI 这些都是核心核集当中的子数据库 下属的子数据库 那么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选择 那我个人的建议哈 如果说大家没有特别明确的 呃 选项啊 比如说你并不是特定的只想看被SSI 收入论文 或者只想看被SSI收入论文 那我推荐您进入数据库之后呢 选择数据库的位置就直接选择所有数据库啊 直接选择所有数据库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您看到的结果可能会更多啊 呃 那么这里呢 下方还可以去限定文献的出版的时间 比如我先去看一些相对比较早的经典的研究 然后再切换成最近五年的一些比较新的呃成果 那么接下来在红框的位置啊 我可以去输入我限定的检索式啊 或者是几个检索的词啊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限定的节目条件啊 另外也也多说一点吧 就在这个红框前面的位置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主题啊 是主题 那么其实这个位置我可以有非常多的选项啊 比如我可以给他切换成标题啊 我检索论文的标题 我还可以检索 比如说出版物的标题 就是说期刊的名字 或者呢 我检索所属机构啊 也就是我后面可以输入我们机构的名字 看看我们学校啊 我们所在机构到底发了多少论文 这些都是完全给大家的需求 进行限定的啊 好 那我们按照前面限定的条件 去做这个检索 这里可以看到呃 当前的检索结果有 超过十五万篇啊 超过十万篇 应该说呃 非常的多啊 所以看到如此多的结果 我想没有任何一位老师 或者同学会选择读篇的去读啊 因为太多了啊 那么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 我们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领域是否值得我们去做研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去点一点右上角的分析检索结果 点击分析结果之后 你就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当然这里的分析的维度有非常多啊 有呃 目前应该有18种分析的维度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限定 比如我这里举例说明啊 我选择出版年 那么我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领域到底有 这个论文的发表的趋势是怎样的 论文发表的趋势是怎样的 比如我看到啊 在2003年相较于2002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发文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啊 那么这一年其实爆发了这个SARS啊 爆发了SARS飞典链性肺炎啊 那么当时也是呃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啊 那么我们从论文层面也能够看出 Dams的学者对于这个领域也是投入了比较大的关注啊 那么再往后看到了2012年 其实相对于2011年也有一定的增长 那么这一年爆发了MOS中东呼吸综合征 也是冠状病毒的一种啊 那么再往后到了2020年 就是我们今天所正在面临的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啊 那么这里也是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 发文的这个增长哈 所以说这些数据的背后 与我们的时事还是有非常紧密的 呃这个关联的哈 那么看完了初版年 我们再来看一看所属机构 所属机构 那么所属机构他能帮助我们去看什么呢 或者说能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呢 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领域 到底哪些机构的贡献 或者说他的产出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排在第一位的是哈佛大学 第二位的伦敦大学 后面还有像加入大学系统等等啊 那么这些应该说都是在全球范围内 观众病毒领域研究是做出了比较突出的呃贡献啊 当然这个在分析间的结果当中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维度的探索 比如说这个领域的学者都在哪些期刊中发文比较多 或者说这个领域哪些作者的贡献是比较大的 那么都可以在这个呃 分析检构结果当中去看到哈 那么除了分析检构结果我们这里还可以有第二个选项啊 右上角 引文报告 好我可以去点击引文报告来创建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比如在这个页面我看到哈 这组论文的偏均引用次数22.58次 这组论文累积总的引用次数超过22万次啊 当然看到这样的数字 特别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些数字 大家肯定没有任何的概念啊 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数字 它能代表什么 或者它背后到底揭示了什么 但是我想呢 任何一个领域我们的检索的工作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或者说我们并不是说只做一次 就永远不会再去做文献检索了 不可能哈 所以其实很多情况下 可能我们要去持续的做一些文献的关注啊 比如说每隔一个月 或者每隔一个季度 每隔半年 每隔一年做一次检索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 有些领域 比如说它隔了半年啊 这个发文量 或者说引用的次数都几乎没有变化 但是有些领域 可能你一个月之后就发现它的发文量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增长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有一种明确的感知 原来这个领域才是现在全球学者关注更高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宏观上的感知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对于一个领域的了解 那么仍然是在创建引文报告的界面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这里有按照背影评测的 变评测和出版物的分布 所以我可以去了解到这个领域啊 这个比如我们看一看这条曲线啊 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代表的是背影的次数 也就是说这个领域受到全球学者的关注的程度 引用的情况啊 那么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上升啊 所以到这里我们其实通过两种方式 分别是创建引文报告和分析检索结果 能够看到呃 这个应该说有很多呃知名的机构啊 呃这个在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 那么同时呢 从范围的趋势来讲也是有很明显的上升 那包括从引用层面来看 也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增长 那么这些数字其实都告诉我们 或者说这些这个图表 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 假设哈 我们想要去呃 开展冠状病毒的相关的研究 应该说是靠谱的 或者说是值得做的 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概念啊 所以我觉得前面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样些维度啊 呃特别适用于我们在最初对一个课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或者说去写我们的文献综述啊 这个这个部分部分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啊 包括相关的这些图表数据啊 完全可以去下载下来啊 去放到您的相关的呃一些报告当中啊 那么假定哈 我们继续在观众病毒领域做进一步的探索 那么接下来我想这样 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啊 就在这个领域已经做过了哪些研究 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啊 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答案也非常简单啊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综述啊 或者说去看review类型的论文啊 那在onScience平台 我们也提前帮助大家去做好了这样的一个筛选啊 在页面的左侧快速过滤的选项当中 可以直接看到综述论文 那我直接勾选点击下方的精炼 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目前的综述论文 也有超过一万五千片啊 也是非常多 那综述论文呃 大家可能也并不陌生哈 那么应该说但凡是影响力比较高的期刊 那么在他上面发表的综述论文 通常可能是由领域的一些资深的学者去撰写的 所以我们去读综述呢 呃应该说可以帮助我们非常迅速的去把握一个领域发展的来龙去脉 当前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进展 那么领域还存在哪些有待遇解决的问题 都可以在综述当中快速的去了解 那么并且呢综述类型的论文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就是他的这个参考文献的数量 参考文献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啊 很多可能要超过一百篇 所以说其实我们读一篇综述 可能他已经帮助我们去梳理了上百篇 呃这个论文的成果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去关注的哈 好那么通过综述类型的论文 我们对于领域的进展有了一定的了解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哈 假设哈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做一些工作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如何去选择一个相对细分的方向 或者说去找一找有没有这个一些交叉研究的可行性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推荐大家关注一下页面左侧的啊 在检测结果页面左侧的这个文算式类别 文算式类别 那文算式类别是基于文算式核心核极的一个学科分类体系 那么目前呢有254个细分的方向 那么当您做完了一次文献的检索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列表以后 可以看一看左侧啊这个文算式类别啊 这样的一个选项哈 除了说去关注您自己所在的学科专业领域以外 您还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可能看起来和您的领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发文量又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也许其中的一些方法 一些结论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或者说存在一些潜在的交叉研究的可信性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Nscience的类别做更多的这种探索啊 好那比如说我这里选择了某一个细分的学科啊 那这里看到的研究的成果数量有超过17000篇啊 那这个数量应该说还是非常庞大的哈 那么看到这里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呃第一反应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我应该先去读哪一些文献 因为这个数量仍然是比较的庞大哈 那么这里呢我会基于我个人的一些使用的体验啊 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当然我想可能每一位老师每位同学也会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所以我的介绍也是仅供大家去参考啊 那么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一种方式哈 我可以按照背影评次做一个降续的排列啊 做一个降续的排列 那背影评次或者说引用的次数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能大家也并不陌生 特别是对于论文来讲 通常意义上我们会认为一篇论文 它的引用次数越高 那么这篇论文的影响力是越高的啊 但大家这里要注意我的表达啊 我所说的是影响力啊 没有直接去说一篇论文的质量 或者说一篇论文的水平啊 那么这些概念其实是不能和引用的次数化等号的啊 因为对于一篇论文的引用来讲 大家在阅读一些文献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啊 有些论文的引用 那它是积极的正向的 它是持赞成态度而去引用的这篇论文 但也不乏一些论文的引用 是对于作者的这个方法的不认同 或者说批判式的这种引用 他可能要颠覆前人的研究 而去引用这个成果 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对于引用的次数 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 它的数量越高了 那么这篇成果的水平 或者说这篇成果的质量就越高 但是毫无疑问 如果一篇文章的引用的次数越高 那么他一定对领域的 呃这个发展 或者说呃对于领域的这个呃贡献 还是还是还是比较大的哈 因为可能正向或者或者负面两个方向 都会产生了一些这个影响哈 所以我仍然是推荐大家可以优先去关注 这些引用的次数更高的成果啊 好那么看完了这个引用的次数之后啊 我们比如说点一下第一篇论文啊 按照病评次排名第一位的这篇论文 那么点击进入之后 看到这里的第一篇哈 呃我去检索了一下 这个第一篇论文的这些作者啊 这些作者 那么我发现比如说呃有很多啊 比如说来自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协会医院 武汉基金谈医院等等啊 应该说在冠状病毒啊 早期研究阶段啊 做出了非常突出贡献的啊 一些学者和相关的机构啊 并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看一看啊 左侧啊 在这篇论文的全记录这个页面 左侧看一看他的发文的期刊啊 这本刊啊 那我想我们医学呃相关领域的老师和同学 对这本看应该并不陌生啊 刘业刀啊 刘业刀啊 是一本应该说一本顶级的期刊了啊 呃 所以其实毫无疑问啊 我们按照背影品子的将去迅速的去找到了一篇 在领域当中可能影响力比较高的成果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我们要对这篇成果进行深入的研读 深入的探索啊 但是回到我们最初说的那句话啊 可能我们只把目光放到这样一篇文献上面还远远不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回忆一下尤金加贝尔的博士 他的理念啊 我们可以基于隐文的网络做更多的进一步的探索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去点一点右侧的这个数字 被引次数这个数字16835 那么这个数字表明这篇论文 其实目前已经被引用了16835次啊 点击这个数字 我们就进入到了这篇论文的师引文献的界面啊 师引文献的界面 所以我想到这里大家应该对师引文献啊 就有了呃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了啊 呃所以这里的每一篇论文啊 都引用了刚才看到的在柳页道上发表的这篇成果啊 那么同样的这里呢 我仍然先去按照背影评次的降续排列 做一个这样的筛选啊 那么这里我又看到排名非常靠前的一篇论文啊 他是发表于新英兰医学杂志 新英兰医学杂志也是一本医学领域的顶级的刊物 那么他的作者呢 是我们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中南山院士啊 所以中南山院士我想大家应该也并不陌生啊 那么假设我们正在关注冠状病毒的研究 那我想对于中南山院士的成果一定也是不得不关注的啊 那这个是我们的师引文献 那么看完了师引文献啊 当然完全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看一看他的参考文献 点击页面右侧下方的这个三十七啊 这篇文章的三个文献有三十七篇 点击之后就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呢 我可以点击左上角的作为一组检索结果查看 点击之后 那么我们就又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进行排序的可以进行筛选的这样的一个页面啊 那么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又看到了一篇成果啊 在参考文献当中 又看到了一篇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发明的时间哈 2003年啊 比较早 也就是说在最早期的SARS病毒爆发的那个阶段的一个研究成果哈 那么同时这篇论文也是发表于新英兰医学杂志这样一本顶级刊物上 所以这样的一篇成果 那么其实从引用的资助也可以看到啊 他的引用资助是超过两千六百次也是比较高了啊 所以在参考文献当中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找到一些领域 可能比较早期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参考文献当中的发现 那么除了适应文献除了参考文献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看他的相关记录啊 所谓相关记录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样一个概念哈 那么这里的每一篇论文都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柳叶刀发表的那篇论文 有共同的参考文献 比如说这里的第一篇论文哈 他的参考文献呢 总共有22篇 那么其中有14篇 有14篇是和刚才提到那篇论文是共同的参考文献啊 所以这个占比已经是超过60%对吧 已经是超过60%啊 应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毫无疑问这两篇成果也一定是有非常紧密的这种关联性 那么所以毫无疑问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 那么这个是相关记录 好 那么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基于一篇论文啊 从一篇论文出发去看参考文献看施影文献看相关记录已经找到了很多在领域当中影响力比较高关联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成果 但这还完全没有结束啊 大家肯定还特别想看一些领域的最新的啊 或者比较前沿的成果 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啊 第一种方式非常的简单 我可以按照日期来做一个降续的排列啊 按日期做一个降续的排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那些啊 近期发表的成果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啊 那么除了按照日期排序 我还可以借助于使用次数啊 使用次数来做一个排序 那什么是使用次数 也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啊 那么使用次数 他反映了论文满足用户信息需要的次数 满足用户信息需要的次数 那什么叫信息需要呢 有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是比如说来自全球的用户 他在浏览Ubensales平台论文的过程当中 点击了全文的链接 他想去看全文 或者呢 他把对应的论文保存到了文献管理工具当中 比如说保存到了AnderNote当中 或者其他的相关工具当中 这样的一些行为都会被随时的记录下来 并且每天都在更新 所以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都在更新啊 大家可能会想使用次数和备用的次数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于更新的频率上啊 那引用的次数 或者说背影评次 他先天存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滞后性 就是要论文发表以后 被新的学者关注到了 这个新的学者引用他的论文 要发表自己的成果 被数据库收入 才能看到前面的那篇论文 引用次数发生了变化 这中间必然有一定的时间的周期 对吧 那么使用次数其实很好地 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去锁定 近期的一些论文的成果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考虑 通过使用次数来做一些排序啊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关注高倍影论文和热点论文啊 那么在浏览微信息平台当中啊 您可以在左侧快速过滤当中 去看到啊高倍论文 热点论文的选项 那么这两类论文呢 其实从数量来讲并不是很多啊 从数量上来讲并不是很多啊 那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关注的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类论文啊 嗯 那么这两类论文呢 都是我们去界定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或者top paper啊 那么以高倍能为例 它指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发表的论文 它的背影用的次数在同年同学科发表的论文当中 进入了全球的前百分之一 这里有几个点要强调啊 第一个是过去十年 高倍论文并不是说 这篇论文是高倍论文 它永远是高倍论文 并不是这样啊 每两个月会有一次动态的调整和变化 那么每一次的调整和变化 时间的周期也会跟着变化啊 一定锁定的是最近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啊 那么另外呢 这里对于同年和同学科的限定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2011年发表的论文和2021年发表的论文 从引用次数这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本身没有科比性 为什么 因为2011年的文章有更长的时间的积累 去获得更高的引用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同年的论文拿过来做对比 那么同样的对于学科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像物理啊 化学医学啊 这样的一些学科 自然科学这样的一些领域啊 可能相对于我们的经济学管理学 这样一些人文社科领域 它的引用会更加的活跃 更加的频繁 或者说在相对更短的时间内就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引用 那么这些呢 是由这个学科本身的一些发展的特点啊 属性啊 研究的群体等等 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 并不是我们可以去人为的来左右 或者说人为的去改变的啊 所以我们要对同学科的论文去做对比啊 才更加具有这种这种价值和意义哈 那么下面的这点论文从时间来讲会更近啊 是在过去两年 那么同时呢 它是指的在过去两个月当中的引用的次数排在学科的前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从1000篇里面找到这样的一篇 从数量来讲也会更少啊 所以也是呃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啊 那当然在webansign平台我们还可以去找到更多的精炼的条件和选项啊 那么限于时间的关系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展开了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检索过程当中去应用啊 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实用的技巧啊 第一个就是webansign平台 其实它每天都在做更新 但是大家可能时间非常的有限 很难做到每天做检索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在这个检索结果页面 右侧有一个创建跟踪服务 创建跟踪服务 那么这个是对一个课题来讲啊 比如说我当前检索的这个检索条件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 符合我的检索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您可以点击右侧的这个创建跟踪服务啊 那么后续您根据系统的提示去补充相关的信息 那啊 只要这个领域有新的论文发表 被webansign平台收录 那么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邮件的提醒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对于单篇论文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在柳维刀发表的这篇成果 或者是我们今天呃老师同学自己发表的成果啊 那么您同样的也可以去点击这个右侧的创建引文跟踪啊 创建引文跟踪啊 来去追踪这篇论文后续又被哪些学者引用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引用我们的成果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有没有什么研究的方法 一个思路是可以我们去借鉴的啊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个功能啊 所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呢 按照系统的提示去完成这个基本的设置就可以了啊 好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也已经把这个一些最新的文章的这个追踪 包括啊告别论文这段论文 以及这个两种自动的追踪的方式啊 给大家做了一些基本的介绍 那么后面啊 可能我们就要到了这个全文阅读的环节啊 那么对于全文阅读来讲 对于我们门线的这种全文阅读 呃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花时间的呃一个工作啊 所以呢这里也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 在每一篇论文点击标题之后进入到的这个全记录的页面 这个全记录的页面 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信息 比如我可以快速的了解这篇论文的这个摘要啊 因为通常在这儿里面我可以了解他的研究的对象 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论 这些基本的信息 那么还可以去看key words plus 这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是不是有了解啊 就是在文文算词平台 他比较的特别的一点啊 就除了作者自己在论文当中提及的关键词以外 还会有key words plus 我们可以呃不恰当的翻译为关键词加 或者说关键词补充啊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基于每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去提取参考文献标题当中那些高频出现的词汇 因为很多情况下作者自己写的关键词可能陷于期刊的一些特定的要求或者作者个人的一些习惯 他没有非常全面非常完整的去覆盖这个领域他这篇论文的所有的关键词 所以我们通过对于关键词的补充以key words plus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大家在使用相同检索关键词的时候 能够找到更多的你关注的论文啊 齐高利益论文的揭示的程度啊 那么除此以外啊 关于关于这个一篇论文的基金资助的信息或者通讯作者的联系方式的邮箱 那么以及右侧您可以看到啊 有一个您可能也想要 那这个呢是新版文献算式平台推出的一个新的功能 我们会基于过去一年文字平台用户的使用的行为去推荐您可能也关注的其他的相关的论文啊 所以这里面应该说是一个个性化推荐的呃服务啊 能够帮助大家找到更多值得您关注的论文也可以看一看啊 好 那么通过全记录的页面 我们对这篇论文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些了解和把握决定 我要深入读这篇论文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页面左下角啊 有一个查看pdf的这样的一个按钮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unnote click unnote click是一个一键获取全文的浏览器插件 浏览器插件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就马上会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来显示这篇论文的全文 并且可以按照章节进行筛选 以及可以下载到本地直接导致到unnote 或者跳转到清单官方网站去查看更多相关的信息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这个工具它是免费的 它的获取入口在websize平台首页右上角产品 首页右上角产品 那么可以看到unnote click 那么按照系统的提示进行下载和安装 大概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完全可以搞定了哈 那么它背后的原理简单给大家介绍 一方面unnote click会给大家去查找全网范围内 那些免费的OA开放获取的论文 或者来自一些机构支库的免费成文 那么另外呢也会帮助大家去找我们本机构 我们本学校呃付费购买的那些全文的资源 也就是说以前大家必须通过手动的方式 逐篇一步一步去点击获取全文的这个过程 unnote click可以帮您去省略这个繁琐的步骤 直接点一下查看pdf 就可以获取到对应的全文啊 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获取全文的方式啊 也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了哈 那具体可以和我们图馆的老师 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哈 好那么简单看完了这个unnote click 获取全文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的工具哈 一键翻译 呃这个并不是webensense平台的功能哈 这是谷歌chrome浏览器 只是我觉得比较实用啊 所以推荐给大家 那么在我们进行unnote 呃在进行webensense平台使用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已经完全有这个中文版的界面啊 简体中文反体中文我们都可以看到 呃那么但是呢 对于这个绝大多数的论文 它的标题 它的摘要等等这些信息呢 呃仍然是全部都是英文啊 呃所以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呃 并不是特别的高向啊 那么特别是大家在去进行大量的呃论文的浏览的过程当中 呃可能用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哈 啊可以去考虑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觉得它的翻译的质量还是比较的高的 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去呃切换哈 好那么介绍了NoClick 介绍了Google Chrome这个翻译的功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文献管理环节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随着我们文献积累越来越多 如果大家仍然在坚持通过呃文件夹啊 去做文献管理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不便之处哈 所以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NOTOWNLINE一个免费的呃在线文献管理工具啊 他的获取的入口也是在右上角产品当中可以看到NOT 好那么比如说我在文献平台做检索 我去勾选了一组论文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点导出 然后可以看到NOTOWNLINE啊 点击完了之后就可以来到自己个人的这个NOT页面啊 那么在这个页面里面呢 一方面哈 我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快速检索的按钮啊 这个选这个这个窗口哈 那么在这里我可以通过呃关键词 可以通过标题通过出版年等等这样些呃 这个字段的信息快速的去检索到我想要查看的某一篇论文 那么还可以对这样的一组论文进行 分组啊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管理 那么对于每一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下方有很多不同的按钮 那么这些按钮呢也是完全支持大家去上传一些附件 比如说我们这个导师的课题组呃 或者我们的团队在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文字的资料啊 甚至说一些音视频的资料 你们都可以上传到这个地方方便后续进一步的回顾这样的一些成果 当然除了啊文算平台资源 大家在使用其他的一些中外文的检索平台过程当中 也完全可以把对应的论文下载导出到AndNote当中啊 那么那么对于这些第三方的文献 我们如何导入到AndNote当中去做管理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步骤啊 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网站下载到了一个呃文件 一组文件 那么它是一个txt格式的文件啊 那接下来我在导入的选项当中去选择AndNote这种导入的选项 然后下方选择一个具体的分组 选择一个具体的分组 那么我就可以按照这个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想法 去导入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了哈 当然呃做好了这样的文献的管理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我们最终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成果呃的发表啊 或者说能够比较完美的去完成我们的毕业论文啊 所以这里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AndNote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参考文献自动插入 那么对于参考文献来讲呢 其实我们编辑它的格式还是比较的繁琐的啊 虽然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人工手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在安道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格式化的选项点击更化 那这里有一个塞一位塞 by your right啊 边写作边引用啊 那么这个工具啊 一方面支持我们windows电脑版本 同时也可以这个mac的版本也是没有问题啊 那么下载完了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整合到我们呃 自己的office word上方的工具栏当中啊 工具栏当中 那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写一篇论文呢 我想在光标的位置插入一篇参考文献 这时候我可以点击上方的AndNote 然后点击左侧的插入引文 然后会弹出一个窗口 我在弹出的窗口当中 通过一系列的关键词句检索到 我想在这个位置插入的那篇论文 选中这篇论文 然后点击下方的insert插入啊 那么接下来 它就会按照我限定的某一种期刊的格式 来生成参考文献了 当然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我在投稿期刊的过程当中 投了一本刊 很遗憾 我没有投中 我想改投另一本期刊 那么结果也非常的简单 我可以直接在上方style这个位置 去切换另外一种参考文献格式的名称 那么你会发现 它可以瞬间完成这个转换的过程 应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并且呢 在这个AndNote当中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参考文献的格式 是可以去获取到的 比如说BSIBSI收入文献 包括我们中文国标相当文献 这个格式 JBT7714等等 大家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格式 应该都可以在AndNote当中去找到 那并且呢 AndNote因为 它的发展的历史比较的久远 所以有非常广泛的用户群 那么大家在网上 也会贡献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资源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借助AndNote完成了 他们的写作 到了后续的投稿环节 可能大家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我们前面重点给大家介绍的 核心科技当中的这样的几个 紫数据库收入的期刊的列表 每月会有一次更新 所以大家在投稿之前 可以打开Master Journalist 去看一看 我要投稿的这本刊 是否还在 SSI 等等 这样的一些数据库的收入范围内 所以这里可以有一个官方的途径 去查看最新的列表 那么了解了这些期刊最新的列表以后 我在选择投稿期刊的过程当中 AndNote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比如这里的匹配 点这里的匹配 那我可以把自己已经写好的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放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查找期刊 查找期刊 点击查看期刊 那么系统会基于后台大数据的分析 为您推荐可能适合您投稿的期刊的列表 那并且您可以看到这本刊 比如说它高频出现的关键词 它所属的选择领域 它在对应领域当中的排名以及分区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找到合适投稿期刊的一种途径 当然谈到期刊的理学 那这里就给大家再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我们JCR期刊 引证报告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对于JCR来讲呢 呃我们在从1997年至今啊 始终覆盖的这个期刊呢 包括被SSI被SSI收录的这些期刊 那么同时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 那我们还新增了被HSI被ESI两个子数据库收录的这些期刊 大概应该有呃八九千种八九千种的样子啊 也同时在JCR收录范围内啊 那么对于JCR平台来讲 呃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多情况下 大家对于JCR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每年六月份JCR发布的期刊影响因子 那么包括呃期刊的分区这些信息 那我想说的是对于JCR来讲影响因子可能仅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呃局部的信息啊 那么应该说JCR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期刊情报信息的平台 他监视了很多期刊背后的信息啊 这里面不仅仅有期刊影响因子啊 那么还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去年新推出了一个指标啊 叫JCI啊 JCI JCI是什么呢 呃它是一个针对每一本期刊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但他关注的是这本期刊所收录的每一篇论文啊 那我们会拿每一篇论文的背影的次数和与他有相同出版年相同文献类型 比如说同样是review同样是article等等啊 以及相同呃学科的论文去做对比 然后会取一个均值作为这本刊的JCI的指标啊 那么这个指标其实呃可以作为一种不同期刊做这种横向对比的一个参考啊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影响因子来讲呃我们还是要比较谨慎的去看待的一方面他只能用来去评价一本期刊 那么另外呢呃我们也要考虑到因为学科的差异而导致的影响因子的这种数值的差异 我们不能直接去拿不同学科的期刊影响因子直接去做对比 这可能是呃并不能真实的体现一本期刊的影响力的哈 好这个是对我们前面的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在JCI这个平台当中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选好了某一本要投稿的期刊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标题输入到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呃您可以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啊 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其实您还可以通过学科啊 categories通过学科去浏览领域当中的一些可能适合您投稿的期刊 左侧这个filter可以有更多的精进的选项 比如说我想限定他必须是开放获取的期刊 我想限定他必须是一本一区或者二区的期刊 或者他必须是被SSL的期刊 或者他呃这个等等吧 其他的相关的因素吧 都可以在左侧这里去做进行筛选啊 那么找到了某一本具体的刊以后 您可以了解哪个信息 比如说他历年的影响因子分布趋势 一本刊 如果你发现他在最近五年里面的影响因子持续下降 那您可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 他的影响力为什么在持续的下滑啊 那么以及您还可以关注一本刊 他的稿源的分布 他是主要有哪些国家 哪些地区的学者在投稿 以及是有哪些机构在投稿 那么这个您都可以在JCR当中去了解 还包括一本刊 他的OA 以OA开放获取这种形式去出版的论文的占比啊 都可以去看到啊 所以我觉得JCR也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 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啊 好 那么到这里我们也已经把投稿期刊的选择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好那么后面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老师和同学还会进一步的考虑我如何去全方位的提升 去彰显我个人的学术影响力 那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免费的平台 Pavlons 他的访问的网址在上方 Pavlons.com 那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有超过370万研究人员的 呃 注册啊 那么在这个平台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去展示自己个人的所有的学术出版物 我还可以去同步来自文物Science平台的这些引文的指标 包括有很多的老师可能在参与一些同行评审做一些期刊编辑的相关的工作 那么这样的一些工作都可以在Pavlons这个平台去体现出来 并且Pavlons平台目前正在和文物Science平台做整合 那么后续在Pavlons看到的这些相关的信息 未来都可以在M-Science平台去找到啊 呃 那么他的访问的入口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Pavlons.com 也可以在右上角产品当中直接点击Pavlons去进行访问啊 呃 那么这里我还想多说一点啊 在Pavlons平台呢 我还可以去浏览期刊啊 去浏览这个journal 那这个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呢 对于一本期刊来讲 在Pavlons平台您可以去了解 比如说他的期刊编辑的团队 他的同行评审的这些专家 以及在这本刊上有成功投稿记录 认可了这本期刊的这些科研人员 啊 当您点击某一位学者的头像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详细的 个人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啊 他的一些投稿的偏好啊 比如说这是某一位审考的专家啊 等等 那么另外呢 在Pavlons还有很多的期刊和我们是官方合作 啊 并且经过了出版商 经过了这个作者的同意啊 在Pavlons平台公开了同行评审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也就是说从作者投稿到他的第一轮修稿 第二轮修稿 审稿专家给他提出了哪些意见和建议 作者本人又是如何去修改的这些信息都可以直接在Pavlons平台去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 特别是如果我们刚好想要在这门看上去投稿 那您不妨打开Pavlons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些更加详细的信息啊 好呃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的全部的内容了 最后大家可以去参照这个流程图去简要的回顾今天介绍的所有的内容啊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呃 语速非常的快啊 也给大家说一句抱歉 有些地方可能介绍的并没有特别的详细 特别的具体 那么更多的细节呢 欢迎大家关注QRVN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或者通过知乎 哔哩哔哩等等相关的平台和资源去访问我们更多的呃 在线的资源哈 那么 好 那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宝贵的时间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的内容啊 那么更多的问题也欢迎大家与我们的就知团队啊 去去得联系啊 再次感谢大家的宝贵的时间啊 谢谢大家 呃 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 现在也可以来 提问 呃 或者在聊天窗口留言啊 嗯 刚才我看有一位老师提问说在 在这个 nnote页面 在这个website平台的页面 点击 nnote没有反应哈 我们我们来试一下啊 呃 我这里看到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对我这里应该是可以的 可能这位老师您再去试一下啊 在这个产品 在这个产品这个地方可以点击 nnote 那么您是可以直接去跳转到这个nnote页面啊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在线的这个版本的页面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呃 边写作边用的插件是在这个呃 这个格式化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包括这个匹配的功能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去点击啊 谢谢王老师 那有个刚才 老师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可以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呃 呃 呃 就是JCR的这个 因为对于我们客人员有的时候投稿呢 我们想根据比如说我是做药物化学领域的 我想看一看 这个领域 呃 当中新一年的呃 影响因子出来以后 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各个期刊的这个排名情况 那么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JCR呃 JCR是什么时候按照领域 呃 这个各个期刊的排名会出来 因为他先出来的总是先有影响因子 那么我感觉应该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么按学科类别排名他才出来 现在是有的 我不知道这个大约是每一年您刚才讲过是六月份会出来各个期刊的影响因子 那么按学科类别排名出来的话大约多久啊能够更新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资料 嗯 在学科在学科当中的排名对应的分区呃 影响因子这些信息全部都是统一的更新的呃 您看到的信息有一些之后我猜测啊可能是相关的一些第三方的机构 他们自己去做的整理 所以会有一个时间差 但其实在文算平台是同步更新的 呃 那么另外呢在除了九说六月份以外哈 这其实在我们公布完了之后在九月份还会有一次数据的微调啊 可能有个别的期刊会有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发布之后呃 可能会有部分的期刊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呃 这个比如说影响的刺激或者怎样会有存在个别的问题 那么会有一些会有这种微调啊 但是绝大多数的看应该说呃 在六月更新之后在一年的时间里面都不会变啊 直到下一年的这个数据的更新 那么其实只要更新完了之后 您就可以去访问这个JCR这个官方的网站 然后这里可以去限制具体的学科啊 限制具体的学科之后 比如我这里就随机的举例了啊 这个选中了某一个学科 我直接去应用 当然下面还有更多的一些选项啊 比如你也可以去限制这个出版商啊 或者说呃 限制比如说被SI收录的这个文献 或者被其他几个库收录的这个文献啊 然后我点击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您看到的就是我选中的这个学科 他的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了 那么这里就是2020GIF 就是最新的影响因子然后这个就是2021年更新的 那么在下个月20202022年今年更新的这个JCR更新完了之后 这里是2021GIF就是也是最新的 那么这个您可以直接点击按照降续去排列 那么这个就是呃这个按照学科的 营养因子的这个排序 在这里是可以直接去看的啊 好 那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 谢谢您的这个提议 好 谢谢王老师 好 您客气 谢谢 好 看看其他的老师或者同学还有没有问题 是的 谢谢刚刚白老师的提问 还有刚刚第一位读者如果你进不来的话 可以把截图就是发到我们图书馆 我们看一下是为什么是已经不到那个页面 那我PPT也放在聊天室上面 大家也可以是随时下载 那视频的话我们之后会上载到我们图书馆的YouTube跟Bilibili上面的账号 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回放 如果有任何问题现在想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呃可以发到我们的邮箱 那同样时间我们也是王老师主讲的 是另外一场次会在本周五三点 主题是关于ESI跟Inside平台的相关的知识点 大家也可以来支持一下 那么明天的话我们会邀请到stage主编 讲解如何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相关的主题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在 有一个小问题可以问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哦是这样的 那我试了一下把那个nclick呢 把它下下来了 呃但是那个后缀是个crx的那个文件 呃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它可能就认不出来 然后我是把它想拖到那个crime里面去嘛 然后就看能不能放着 演示一下怎么操作音 刚才没装上 嗯 呃您稍等啊 呃它是这样的 其实您是chrome浏览器吗 您是谷歌chrome浏览器吗 是的 是的啊 呃因为我我这个我的电脑是已经安装了 所以所以这里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您 这个比较完整的去演示啊 呃就是应该我我没记错的话呢 他有一个要要打开一个开发者选项 我没记错的话 他他会有一个详细的流程 会有一个详细的流程的说明 就是您要第一步怎么操作 第二步怎么操作 哦有个指南是吧 哦 对 然后您您把它拖进去 它会自动的去识别 然后是可以成功的安装 嗯 好的那我们用去就是这个账号用去申请吧 呃如果您之前注册过UvenScience 就这个位置 如果您注册过 那这个账号是通用的 如果您从来没有注册过 那么您需要在这里去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哦好的好的 就通用账号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对如果说您在后续遇到具体的问题 可以截图发给图书馆 然后可以再进一步联系我们 都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 嗯谢谢您的提问 好的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黄老师 好也谢谢钟老师 那也再次感谢 谢谢今天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宝贵的时间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